众所周知,大鲨与奥尼尔是NBA最具统治力的中锋,他被认为是历史上天赋最好的球员之一,身高超过2米16,体重超过300斤的奥尼尔在篮下堪称无敌,劲爆的运动能力加上出色的球技。 颠崩时期的奥尼尔统治了篮下,拿到4次总冠军,3次FMVP荣誉就是最好的证明,不过就是这样一个硬汉,也有被别人认哭的时候,奥尼尔不仅仅是联盟顶级球员,同时还是个幽默的球员,成就极高情商,也极高的他是工人的大嘴,退役之后成为TNT的解说员,和巴克利两人的嘴炮,也成了球迷的乐趣。 此前他参加了贝尔的节目《月夜千里》,参加节目之前奥尼尔还放狠话,直言,无论是爬山小海,还是在野外和动物打交道,他都不惧怕,结果真正登录节目之后却被贝爷整哭了。 众所周知,贝爷的节目都是在野外活动,三餐更是需要就地取材,当时贝爷带着奥尼尔跋山涉水,其中一个环节就是要奥尼尔吃吃,虽然生活中奥尼尔是个始祖的吃货,食量也是常人的树备。 但面对一群鲜活的,蠕动的蛆,奥尼尔还是感到崩溃。 出行之前奥尼尔现实淡淡的表示,吃什么都不在话下,但真正到要吃蛆的时候,强女奥尼尔也退缩了。 因为这根本不像被爷说的那样,鸡肉哩,咖崩萃,一先喜欢菜牌上整骨别人的奥尼尔,最终只能硬着头皮咽下去,吃完之后一脸呆滞,眼泪直流,这和平时霸气的大鲨与反差巨大,画面十分搞笑。